把美术作业拿出来 我要检查 老师你看 嗯 小雪画得不错 我给你打一百分 谢谢老师 喵 小雪 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对不起 我怎么画也画不好 所以就把猫带来了 哼 作业不及格 零分 重新画一幅画交给我 好吧 哈哈哈 小雪 没想到你也会被批骗 大宝 有什么好笑的 你画的画呢 拿来我看看 老师 你看 大宝哥哥 老师要检查你的画 你怎么把胖叔叔带来了 因为我画的画就是爸爸身上 花花绿绿的 什么也看不起 老师 我这是丑相派可高级了 快给我打一百分吧 可是 都看不懂啊 你打八十分吧 什么 八十分 爸爸 你不是说自己画画很厉害吗 能拿一百分吗 大宝 你怎么说出来了 我溜 大宝 你既然让你爸爸替你画画 我要给你打零分 明天再画一幅画给我 我知道了 兄妹 你的画呢 来进去看 人生什么都没有 兄妹 你是不是拿错了 我没拿错 我画的可是一片大草原 是吗 那草呢 草辈小羊吃掉了 那小羊呢 小羊吃完草爬了 什么 这也可以 什么草原小羊 我看 是你不想画画 所以再偷懒吧 啊 被发现了 老师对不起 我重新画一幅 这还差不多 太好了 这下我就是第一名了 小辈 你这么有自信 看来画的很好呀 那当然 老师你看 笑死我了 小白 你画的是什么呀 你懂什么 我这是艺术 比你的高级多了 是吗 我没看出来 我知道 小辈画的是一个月亮和两个太阳 月亮怎么会是黑色的 小雪姐姐你猜错了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小辈 快说吧 你画的到底是什么 我画的是三个人 竟然是什么 看起来不像啊 因为他们是躺在地上的 所以只能看见他们的头 可这三个头怎么不一样啊 我知道 因为有两个人是光头没有头发 大宝哥哥你在说什么呀 大宝说的是对的就是这样 啊 真的是这样 小白姐姐你真厉害 厉害什么 你们一个个都不认真写作业 真是气死我了 全部再画十幅画交给我 啊 不要啊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像他们这样哦 好孩子留的红旗 颁发给女生族 有什么呀 我和王子明明 有很认真的打扫教室 对 我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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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们也打扫得很干净呀 你们只是用扫帚 把看得见的垃圾都扫掉 你们看看女生族 都是怎么干的 女生族不仅把垃圾打扫干净 还将地面偷得一尘不染 所以这次女生族获胜 扫业 我服了 王子 我们也要把教室 扫得一尘不染 好 我们开始吧 我服我 我服我 诶 都干净了 我来检查一下 太干净了 一点灰尘都没有 明天的流动红旗 肯定是我们男生族了 老师 快检查吧 这次我们也把教室 扫得一尘不染了 这次的流动红旗 应该给我们男生族了吧 男生族和女生族 都把教室扎错得很干净 但是 昨天小雪扶老奶奶过马路 老奶奶给学校 写了表扬信 表扬了小雪 所以今天的流动红旗 依然是给到女生族 这也行 好吧 我们继续努力吧 好 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 你们男生族 来了一名新生 黑暗魔王同学 你们要和新同学 好好相处啊 知道老师 男生族 你们放心吧 我肯定把我们男生族 赢得流动红旗 打扫干净了 放心回家 我把垃圾倒在教室里 小朋友们 你们都不许告诉大家 明天的流动红旗 一定是我们男生族的 幸好我们回来了一套 可恶的黑暗魔王 竟然在我们打扫完的 教室里倒垃圾 我们再来打扫一次吧 我们开始 我已经知道真相了 黑暗魔王故意在教室里 倒垃圾陷害女生族 所以这次的流动红旗 还是给女生族的 男生族 集体受罚 黑暗魔王 你干嘛要这样做 我们都被你连累了 我这也不是为了男生族 能得到流动红旗嘛 盗垃圾那招不能用了 我得再想个办法 有了 我换上裙子装扮成女生 小伙子 你干什么 我不是小伙子 我是小女生 我是童话王国的女生 你要是生气 就去投诉我吧 禁死我了 我一定要投诉你 有个老奶奶说 我们学校的女生在外面 推了她 非但不道歉 还要她来投诉 这次的流动红旗 应该给到我们男生族了吧 老师应该先把事情调查清楚 老奶奶 你看 是谁推了你 好像是这个大高科 但又好像不是他 对我的那个人 明明穿的是裙子 他又没穿 小朋友们 你们说是他吗 是他就反走一一 不是他就反走二二 你们当中 混入了呼噜王国的卧底 现在都给我睡觉 我不是 我放摇篮曲 爱情如烈火 你在小疯狂的人死我 我要睡觉了 可恶 既然只有小雪一个人睡觉 我让你们洗作业 我看到作业就想睡 我们才不会睡觉呢 看来只有谁出绝招了 我让妈妈哄你们睡觉 小贝 乖 快睡觉吧 是妈妈呀 突然好困了 小妹 快妈妈哄你睡觉就 你倒开 我再不要睡觉 熊妹竟然还不睡觉 看来我只有 精灵之力 这么多好吃的 我吃我吃 真的我好贵啊 终于把大家都给弄睡着了 小伙伴们 快跟我一起找出卧底吧 天呐 竟然是精灵小雪在打呼噜 精灵小雪 快起床 怎么了小伙伴 精灵小雪 你睡觉竟然打呼噜 看来你就是呼噜王国的祸敌 不是的 我打呼是因为 我走不动了 好累 好渴 天呐 终于看到水了 我喝 原来是这样 那你继续睡吧 原来是小贝 精灵小贝 给我醒醒 小精灵你干嘛 我刚才都听见你打呼了 看来你才是呼噜王国的祸敌 小精灵你弄错了 我刚才 Hoover 噔噜噜噜噜噜按 噔噜噜噜 噔噜噜 噔噜噜 based on the 所以我刚刚就是在跟小雨讲话的 对不起啊小贝 是我误会你了 你快继续睡吧 导 大宝你给我起床 小精灵怎么了 我睡 我这睡得香呢 你这个呼噜王国的臥底 我要惩罚你 冤枉王小精灵 最近爸爸妈妈不在家 没人给我做饭 我肚子太饿了 原来是这样啊 大宝 这些给你 快吃吧 吃饱了 我继续睡了 快给我起床 熊妹 呼噜王国的臥底 一定是你 不是的 我只是 只是在梦里见到了 葫芦王 太开心了 好吧 其实我就是 葫芦王国的臥底 小伙伴们 你们可都不许 发色溜溜溜 告诉小精灵 大家都不是 那葫芦王国的臥底 到底在哪里啊 聪明的小朋友们 你们 我去上厕所了 我去上厕所了 我也去上厕所了 等一下大宝 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 为什么想去小白能进去 我就不行 我去上厕所了 我去上厕所了 我也去 等等我 我也要去上厕所 大宝 你不可以进去 怎么又不可以了 你们偏心 总是跟我做对 大宝 你好好看看 能上去的什么 我做些了厕所嘛 我又别不住了 我要进去 大宝妈妈 你看看你家大宝 怎么能进你厕所的 什么女厕所 不就是要一看厕所吗 我怎么不能上厕所了 不好意思 王高 我还没教会我家大宝 如何上厕所的 我们以后不会了 妈妈 我只想上厕所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 大宝 你是男生女生 男生 那是不是应该去上 男厕所啊 你今天去的是女厕所 所以王后阿姨才那么生气 哦 原来男生要去男厕所 女生要去女厕所 妈妈 这次我明白了 小雪 我们一起去上厕所吧 好啊 这次我知道了 这里是女厕所 我应该去上男厕所 大宝我们一起去上厕所吧 好啊好啊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是男厕所 我知道 我带你去 臭大宝 让你老师嘲笑我 看我怎么抓到你 我把男厕所 都变成女厕所了 哈哈哈哈 哦 怎么回事 这里明明是男厕所的 怎么写的女厕所 上完厕所了 哎 可可大宝 你们也来上厕所啊 黑暗魔王 你上错了 这里是女厕所 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小孩子 怎么可能进厕所呢 怎么回事 真的是女厕所 哎哟天呐 没人看到我进女厕所吧 溜了 变不住了 变不住了 我要上厕所呀 走 可可 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怎么到处都是女厕所 男厕所的 我也要变不住了 我也要上厕所 可可呀 大宝可可 你们有喝水吗 有嘛 都怪你 我真的要变不住了 不知道 哪里有男厕所吗 我家有厕所 你们请我 站上厕所吧 那我们快走 小白 你不可以帮他们 因为是我 把所有的男厕所 都变成女厕所的 我就是要大宝 没厕所上 你个坏西娜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宝 谁让你平时老实嘲笑我 我就要跟你作对 琳娜 你快把男厕所都变回来 要不然 惊动了小精灵 你就要进管理局了 啊 不行不行 管理局我可不要紧 我女厕丽 别 好啦 男厕所都变回来了 走哥哥 我们快去上厕所